哈囉!大家好我是小翔 近期三星發表了最新的旗艦新機 Galaxy S23 系列 而同時 Galaxy S22 系列的價格也來到了甜蜜點 因此頻道中有許多朋友們 在詢問究竟差不多的價格下 是選擇上代更好的機種 還是選擇最新的 S23 系列 當然如果你想更詳細知道 S23 系列的提升之處 建議先從上一部影片開始看 那麼這一部影片將會透過規格表 讓大家更清楚瞭解到 S23 系列跟 S22 系列之間的差異 我們趕起來看看吧! 首先看到整體設計 基本上 S23 系列延續了上一代的設計 除了 Ultra 系列較為方正之外 其餘四款皆採用圓潤的邊角設計 而這兩款 Ultra 系列還支援 S-Pen 功能 因此有做筆記寬寬的需求 建議選擇 Ultra 系列 那麼從正面看過去 前後帶是難以分別出差異的 而背後就有較大的不同 尤其是 S23、 S23 Plus 跟上代相比 拿掉的鏡頭面板 整體更加的簡潔 同時 S23 系列的鏡頭環看起來則更加明顯 而 S23 Ultra 則縮小曲面螢幕的弧度 看起來更加平整一些 至於其餘方面的改變則不大 再來看到基本的設計規格 尺寸方面前後帶差異不大 喜歡輕巧小手機、好掌握 就選擇 S23、 S22 喜歡帶螢幕就選擇其他四款 至於機身材質 雖然前後玻璃採用上更抗摔的 KONIC VICTORS 2 版本 但如果你一定會使用保護貼跟保護殼 這項差異我認為不是選擇手機的考慮點 除非你習慣裸機使用 那麼感應器方面就給大家快速看過 六款同樣都採用超聲波螢幕下指紋辨識 雖然說辨識上更精準、快速 加上手指濕濕的也是能辨識出來 但如果你會貼玻璃貼 就要考慮到玻璃貼是否會影響到指紋辨識 因此想要維持精準度 是需要找尋特定的玻璃貼 那麼螢幕規格 基本上可以說沒有變化 可以看到前後代的尺寸、螢幕材質、解析度 以及最高螢幕更新率方面都是一樣的 還如果你想要更好的螢幕細緻度 可以選擇 Ultra 系列 但老實說其餘四款的解析度 雖然為 Full HD+, 但也是非常的夠用 至於螢幕亮度 這次 S223 有較大的進步 直接提升成 1750 尼特 比起上代在戶外可以更加明亮清晰 不過 S22 的最高亮度也有 1300 尼特 同時也具備 Vision Booster 技術 戶外觀看體驗並不會太差 因此在這裡我認為 直接從螢幕大小 喜不喜歡雙曲面螢幕來挑選就好 至於音訊硬體 從規格上來看並沒有太大的改變 這邊就給大家簡單看過 接著說到主相機的差異 首先一樣看到廣角鏡頭 除了 Ultra 系列之外 其餘機款的硬體並沒有什麼變化 不過從規格來看 六款在 1200 萬畫素的情況下 這時的單像素面積都相當大 日鏈景都能維持相當多的細節 且成像也會相當乾淨 但如果你追求更好的夜間畫質 就可以往 Ultra 系列來選擇 畢竟它擁有更大的單像素面積 那麼這次 S23 Ultra 採用上更新的感光元件 雖然在 1200 萬畫素的單像素面積一樣 但是光圈更大 夜間照的成像會有一定的提升 再來這次還新增了 5000 萬畫素 同時還可以進行像素四合一的技術 將單像素提升到 1.2 微米 不會因為畫素太高 導致吸光能力大幅下降 而失去了過度的成像細節 整體來說對於光源的寬容度更廣 這對有大圖輸出又著重畫質的朋友 我覺得是更好的選擇 另外也針對對焦進行加強 在低光源環境下 對焦速度更快也更精準 但是以我的使用經驗來說 S22 Ultra 的畫質也相當優秀 同時對焦也滿迅速的 而關於 S22 Ultra 的相機表現 可以觀看之前所做的評測影片 再來看到超廣角鏡頭 S23 系列的硬體配置 基本上延續上代 都擁有較大的 1.4 微米單像素面積 比例請成像都有一定的水準 而你比較需要考慮的地方是 可以看到僅有 Ultra 系列 具備了自動對焦的能力 也因為這樣它還可以拍攝微距照片 另一個好處是 因為 Ultra 的感光元件較大 景深效果相當明顯 這時近拍時很容易被誤會成對焦不準 但如果你不喜歡這樣的效果 這時就可以開啟對焦小幫手 透過超廣角鏡頭來解決這項問題 至於遠距鏡頭 從規格來看則沒有什麼變化 無論是畫素、光圈、單像素面積等等 都跟上代是一樣的 因此從這邊來說 我認為從你想要拍多遠來考慮比較重要 比方說如果你只是純粹拍人像 其實三倍光學變焦就相當夠用了 但如果你想要拍攝遠處的景物 像是樹上的花朵、建築物某處的特寫 且相當在意遠距焦段的畫質、銳利度跟細節 那麼建議選擇 Ultra 系列 而雖然前後代看似硬體差異不大 但是這次採用更新的影像處理器 同時AI 演算能力也有再提升 除了強化遠距焦段的成像清晰度之外 對於人像模式的主體與背景處理 比方說鏡框跟背景等更細微的部分 都會更加的自然、少破綻 還有夜間模式、暗夜人像的成像 都會更加的明亮跟自然一些 S23 系列這個部分就會比上代更好一點 至於功能方面 這次 S23 系列針對夜間縮時攝影 加入了更高速率的星空縮時設定 而上代就有支援的 Expert RAW 應用程式 這次則可支援 5000 萬畫素的 RAW 格式輸出 同時也能進行天文攝影跟多重曝光的功能 不過除了 AI 演算法的提升 涉及到影像處理器 像是 Expert RAW 中的天文攝影、多重曝光 S22 系列也都會支援 不過未來是否會加入 5000 萬畫素的選項 依舊要以官方的決策為主 那麼在錄影規格中 雖然前後代都支援上 8K 解析度 不過 S223 系列最高的影格則來到 30fps 同時畫面取選的範圍 也比上代更加寬廣 另外上代 S22 系列 導入的 Super HDR 錄影功能 這次則支援到 4K 60fps 能透過的演算法來優化亮點和暗點的顏色對比度 讓明暗部都能更平均 藉此減少畫面過曝或過暗的現象 再來因為 S223 Ultra 採用上新的感光元件 可以用像素合一的方式來進行錄影 相比上代的 8K 錄影 在亮度上會更加明亮 同時 S223 Ultra 的光學防手震也有提升 比上代的穩定度還要提升兩倍 如果你非常著重錄影的穩定度 尤其是夜間錄影 正是 S223 Ultra 會是最好的選擇 但如果只用在生活錄影 其實其餘機款也非常優秀了 加上還可以開啟超穩定動態攝影功能 所以穩定度並不會太差 其中 S223 系列的超穩定動態攝影 解析度還提升到 Quad HD 至於前相機規格 在 S223 系列中 同音搭載同樣的硬體配置 而雖然跟 S22 Ultra 在像素四合一的狀態下 單像素面積相比起來小傷一些 但是擁有更快的雙下素對焦技術 這對於夜間自拍時的對焦上 會更加的迅速精準 另外採用的新一代影像處理器 具備更強大的 AI 演算能力 這對於人像模式的景深處理 夜間自拍的臉部色調 都會比上代處理得更加自然 不過前代的前相機表現 我覺得畫質也很傑出了 日夜景成像的清晰度都很銳利 那麼前鏡頭功能基本上差不多 但這次則在濾鏡、眉眼選單中 多出了色調調整 不過預計 S22 系列 在 One UI 5.1 介面更新後 這項功能也會支援 比較大的不同則是在錄影 雖然最高都支援到 4K 錄影 但是先前提到的 Super HDR 錄影效果 這次也首度導入前鏡頭 讓前鏡頭的錄影畫面 也可以讓明暗部看起來更平均 減少背景過曝、暗部過暗等問題 色彩也會更加漂亮 如果你對自錄畫質相當要求的話 那麼 S22 系列會是更好的選擇 最後看到硬體部分 系統方面雖然 S23 系列較新 但 S22 系列也會更新到 One UI 5.1 而基本上差異最大的是在處理器 S23 系列採用上高通的 S8 Gen2 4 Galaxy 雖然跟上代相比同樣為 4 奈米 但效能、耗能以及溫控方面都有相當大的提升 尤其是高效能的穩定度 如果大家有看過 S22 Ultra 的評測影片 當時測試到第40分鐘的時候 效能大幅下滑至 60% 而之後也維持在 80% 以下 這對於玩大型遊戲的朋友來說 特別是原神崩壞山這一類型的遊戲 玩越久就會越清楚體會到沒剛開始這麼順 那麼這次採用上台積電的 4 奈米製程 在溫控方面預計會有更穩定的表現 且 S22 Ultra 系列在散熱硬體上 採用上更大面積的均溫板設計 整體的散熱效果肯定是比前代好 因此如果你有長時間玩大型遊戲的需求 那麼就建議選擇 S22 Ultra 系列 畢竟玩遊戲處理器的效能最重要 再來看到其他硬體 雖然記憶體大小跟上代相同 但根據外媒之前的消息 S23 系列採用更新的記憶體版本 但我認為對日常使用來說 影響不會太大 因為前代的處理速度也非常快了 如果你有玩大型遊戲 8GB 記憶體滿夠用的 當然 12GB 的體驗會更加分一些 而儲存空間的容量大小 就依照自己的需求下去挑選就行 至於電池方面 這次 S23、S23 Plus 都有增加 續航表現比上代提升 不過以電池大小跟外媒的資訊來看 Plus 跟 Ultra 系列 在電池續航表現上會更持久一些 而充電速度則維持上代的充電瓦數 雖然 S23、S23 的充電瓦數較低 但因為電池較小 加上三星控管充電速度 所以充飽的時間跟其他幾款是差不多的 那麼在連結規格就給大家簡單看過 比較大的不同則是在藍牙 S23 系列升級到 5.3 有助於為相對應的藍牙耳機 帶來更低的延遲、更穩定的連線品質 這對玩節奏遊戲來說會比較重要一些 但如果追劇、聽音樂 其實 5.2 已經很夠了 至於通訊規格 六款皆支援 5G 加 5G 雙卡雙待 也涵蓋了台灣 5G 全頻段 不過從台灣官方的資料來看 六款都不具備eSIM 技術 目前 Galaxy S23 系列已經在台灣發表 不過要等到 2 月 24 日才會上市 至於大家關心的價格 同記憶體、同儲存空間的版本 相較於 S22 系列的建議售價 都要貴上 2000 元 Galaxy S23 價格為台幣 26,900 元起 S223 Plus 則是 33,900 元起 而 S223 Ultra 則是 49,000 元起 那麼因為現在 S22 系列的市場行情價 已經來到甜蜜點 且跟 S223 系列有著 1 萬塊以上的價差 所以很多人都在問 究竟差不多的價格下 該買 S223 系列 還是選擇 S22 系列更高階的款式 其實可以從兩個地方來考慮 也就是看你比較著重於拍照還是玩遊戲 當然預算有到 4 萬的話 直接選 S223 Ultra 就可以 或是覺得太貴、想等跳水 那麼再等個幾個月 價格就會來到比較可以接受的範圍 但如果現在是在 S223 Plus 跟 S22 Ultra 間做選擇 我會覺得重視相機的話 選 S22 Ultra 會比較好 畢竟焦段更狂廣 擁有微距拍攝、時貝光學變焦 可以拍攝出更多形式的照片 但如果更重視置入色彩 S23 系列的前鏡頭支援 Super HDR 會表現得更結束一些 只不過以我來說還是會選擇 S22 Ultra 畢竟價格便宜 3000 元左右 還可以換取更大的記憶體跟儲存空間 同時還具備更高規格的螢幕 以及 S-Pen 功能 想起來還是更划算一些 不過如果你非常重視遊戲體驗 認為相機功能有一定的高水準就好 那麼選擇 S223 Plus 會是更好的 雖然記憶體較 S22 Ultra 小 但像是有在玩原神、崩壞三等大型遊戲 首先還是得考慮除以器的效能跟溫控 畢竟 S8 Gen2 4 Galaxy 的表現 效能肯定比上代更好 再加上大幅度改善效能穩定度 長時間玩遊戲的體驗都會好很多 至於該不該從 S22 系列升級到 S223 系列 基本上我覺得是不用升級的 尤其是以 S22 Ultra 來說 除非你是拿 S22、 S22 Plus 且有非常多的預算可以換 S223 Ultra 整體才會比較有感一些 那麼以上的資訊就給大家作為參考 最後要問你們看完影片介紹後 在差不多的價格之下 你會選擇哪一款手機 以及對於 S223 系列有什麼樣的想法 別忘了在影片底下發表你的看法喔! 去專頁按讚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